女子在地摊花180元买个破碗 要价3万遭到众人嘲笑 专家鉴定后却直接出100万要买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只见一位女子手捧着盒子走上台来 自我介绍信号来自陕西 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喝酒的小碗 然后就打开盒子将东西取出 只见这是一件通体蓝色 碗口呈现莲花状的小碗 看起来非常的精美漂亮 此时现场众人全都瞪大了眼睛 因为这种蓝色的瓷器 叫做吉兰有瓷器 最早诞生于元代景德镇窑口 元代兰有瓷器因大面积使用进口塑料 以古元素作为着色剂 烧制难度极大 所以非常的稀少 所有博物馆馆藏加起来就只有12件 甚至比元清花的数量还少 随即主持人问道 那这件东西你是怎么得来的 郝女士笑了笑回答道 因为她自己工作的原因经常出差 而她从小就很喜欢瓷器 就会到当地的古玩市场逛一逛 前年在呼和浩特出差的时候 她路过一个地摊 上面摆着很多的瓷片 只有这一件是比较完整的 于是她就买下了 这是主持人问道 那你当时是花了多少钱 郝女士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 当时那个摊主要1000块钱 我砍了砍价 180 啊 这让厂商中人忍不住哄堂大笑 180元买的地摊货还用鉴定吗 不用想就知道是假的 买家肯定不会傻巴巴 真品便宜卖掉的 郝女士竟然还带来鉴定 真是想简陋想疯了吧 随后郝女士也表示 其实一开始她也没想过 这个东西会是真品 当时只是感觉很漂亮就买下了 但是她的一位古玩圈的朋友看后 却告诉她这件东西很可能是 清代的季篮幼展 她后来查阅了很多资料 对比着这个展仔细研究了一番 她也认为这件东西像是老无间 于是她就想着来找专家鉴定一下 那么这件东西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于是主持人就请郝女士将东西交给专家 专家也是迫不及待地接过 就仔细观察起来 随后开口说道 这个小碗碗口看上去呈现莲花状 这种造型的小碗我们称之为莲花展 我们都知道在清代的时候 这个兰幼瓷器已经烧制得非常成熟了 当时的季篮幼胎质洁白十分细腻 石油较为均匀 右面十分匀近 虽然这个小碗的右色非常的匀彻 但是幼的拨厚有些不太均匀 郝女士说这个小展是清代的 但是刚才我整体看下来 发现她并没有很多清代季篮幼瓷器的特征 听到这里郝女士那是一脸的惊讶之色 场上观众却都有点幸灾乐祸 果不其然地摊上拿那么容易就能捡着漏牙 更何况还是才花了180元买的小破碗 怎么看都不像是真品 就在这时专家接着说道 不过从她的气物造型上面 让我想起甘肃省博物馆的馆藏 里面最著名的是一套蓝料系的 原代的莲花展活展托 就像蓝色的莲花盛开一样漂亮 这种气物的用途在当时 很可能是饮酒用的酒器 这个气物造型和甘肃博物馆里的纳支盏 实在是太过于接近了 而且底部落胎的胎质非常坚实 绝对是经过高温烧制才会如此 底部中间还有一个除起 微微鼓起 这种风格就和原代有关系 刚才我也说了 它整体石油上是有些不均匀的 要知道在元朝的时候 由于刚开始时摇弓对于火温把握 以及陶系提炼技术不到位 所以会出现蓝柚色色不稳定 颜色也是深浅不一 只有在后来提炼技术提高了才终于烧制出 蓝色稳定不留不裂 蓝中带刺的寄蓝柚 但是早期的寄蓝柚 也同属于寄蓝柚范畴 所以综合这个展的整体特征来看 这是一件元代保湿蓝柚的莲花小展珍品 听到这样的结果 郝女士高兴的那是眉飞色舞 场上也是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原本以为这小展不是清代的 那肯定就是艳品 没想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件小展竟然会是元代寄蓝柚瓷器 郝女士这可是剪着大漏了呀 就是不知道她究竟会价值几何 不等专家估价 旁边的店主们都已经按捺不住 开始纷纷报价 都想将这个元代珍宝给拿下 毕竟数量这样稀少的元代寄蓝柚瓷器 谁不想拥有呢 价格也从35万一直涨到60万 郝女士高兴的那是何不拢嘴 这时专家开口说道 这个器物尺寸是有点小的 而且上面有些小的瑕疵 不过瑕不掩瑜 这件寄蓝柚展 其实和我们常见的馆藏级的 那种同类的寄蓝柚瓷器级别是相当的 可以说郝女士的运气真是非常的好 我都非常的羡慕 要知道这元代寄蓝柚瓷器 可比原型花少得多 这种寄蓝柚单色的 在我们国内收藏也是非常罕见的 甚至全世界馆藏 统计起来的数量 比乳窑还少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如果郝女士愿意割爱 那么我愿意出一百万将其买下 最后郝女士想了想 还是蠻言拒绝了 她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幸运战 不能买卖 回去后她肯定要好好保存 保佑自己以后越来越好 场上众人也只能遗憾地看着她离开 对此你们怎么看